大家好 沙姐 剛才那條影片也說過 今天這輯會跟大家說日本買樓要注意的事項 以及我提醒大家不要在日本買樓 可能會得罪某些人 亦可能會得罪某些大紅的KOL 但我自己就憑頭心說話 為何不建議大家在日本買樓 首先 我也發覺我有這個問題 一說起錢就很興奮 所以可能有些人會覺得你很沉 希望不要讓大家覺得有這個問題 因為都是想大家安全地把自己的錢代代平安 不是不想大家賺錢 是我覺得你虧的機會是大很多 希望尤其是國內的同胞 如果有看到我這條影片 廣傳開去 不是需要你廣傳我這條影片 是將我的意思廣傳開去 叫大家不要上當 當然我所謂上當 人家又不是真槍實彈 扭白刀捅著你 說要你買 但是有很多傳媒 有很多地產商 會用很多假訊息 或者是不完全的訊息 令到你一個美好的假象 等於保險公司把保單 永遠告訴你 你看看 如果你買了這份保單 如果有3%回報 你到65歲有多少 如果每年7%回報 你看看你只供了60多萬 但你將來拿回200萬 是不是真的 這是假象 因為很多時候 第一 它不會每年都有7%盈利 第二 7%盈利是很多的 你說有3%盈利 我也更相信 但是有3%盈利 現在這個形勢 你自己買股票也有 你花鬼指望它 而且它是不是真的 每年有3%呢 可能不是的 這就是做假象給你 讓你覺得好像很美麗 其實是假的 所以你看看 以前還有一些人壽保險 是會保證你多少%回報 但是現在是不會保證的 那就是什麼 它自己對自己也沒有信心 只是永遠是做個假象 告訴你 如果有7%回報 每年有7%回報 你就會拿到多少 這是假設 但是你問一下它 究竟這7%的回報 你在歷年有多少年 即可能你在公司成立100年 有多少年你是做到 它可能告訴你 這7%回報 可能在公司成立100年 可能當中只有10年 是做到有7% 大部分可能都是2% 大家明白了 這些是假象 那為什麼說不要買日本樓呢 可能現在人們會說 日圓很便宜的 買日本樓 以後會升值 你會說 你的日圓是什麼時候 你是基於什麼日圓的升值 現在日圓是跌 沒錯 但是你基於什麼去升值 你只是基於以前的數據 當然我們很多時候都是看以前的數據 去憧憬未來 但是你搞清楚 如果你只是被人用以前的數據來騙你的話 那你是不熟悉 但是如果莎姐跟你這次說完之後 你都還聽別人的腦點的話 我只是會告訴你 你這麼蠢我救不到你 擺明是得罪所有人去幫你 你都還要拿回去的話 那我沒有辦法 你要搞清楚 我們做會計 做部機 部機就不會分析的 你是真的會計財務你才需要分析 那你不是說 低級的會計 只是分析它已有的數字 低級的嘛 高級的 如果要做預算案 低級的是不單止用你以前的數據再加通脹 不止用你以前的數據 低級的會用以前的數據 不能說高級是不高級 是基本操作 如果你懂做預算的話 好想與基本的衝hesion 你最少會做的都是以前的數據再加通之後 有合約的 你看起來效益 然後放進去 高級一點 真是懂得玩一下 你就是把以前的數字再加通脹 再加你本身已經簽錄合約 以及看完經濟走貨 每一項走貨 將會走的形式 莎姐就從這方面跟大家看 對 以前買東京樓是會升 但我告訴你 你現在買東京樓是會下跌 先不要說我之前說的日圓是否下跌 我也這麼說 現在4.9日圓再下跌 不會下跌得很多 難道你覺得日圓會下跌到3、2元嗎 不會 所以日圓會再下跌 樓價會下跌的狀況 你會下跌 樓價會下跌 樓價會下跌 加上現在你也是一鋪過的 無論你一鋪過也好 按揭也好 都不需要給利息 所以這個就不存在任何問題 問題在哪裏呢 很多地產商跟你說 你投資這個物業 租出去會有大概多少錢的回報 大概會租到多少錢 通常回報是10% 你弄清楚這個10%是虛數 你要弄清楚你買樓 哪裏買樓都一樣 你不單是樓價 還有稅務 而這個稅務是多少%呢 你要叫公司計算清楚 你要弄清楚你買樓不單是樓價 還有樓價的稅務 你的律師費 你的公司費 就是啦 這些是你要計算的 那可能都是小錢而已 我都覺得OK啊 你租了出去 如果你告訴你 你現在10% 可能你減掉這些 那可能你的利潤就不會有10% 那第二件事 會減低你的利潤 他也沒有告訴你 就是管理費 究竟管理費是多少呢 你要弄清楚 無論你租得出不出 你都要交管理費 他們正式名詞不是叫管理費 但是我通俗一點 大家理解的就是叫管理費 有些留意的管理費很便宜 有些留意的管理費很貴 可能你租出去可能10萬日圓 但有些留意的管理費可能是5000日圓 那就OK啦 但有些留意的管理費可能是20000日圓 那你租出去10萬日圓 你要付20000日圓 其實你實質只有8萬日圓 那你的利潤又縮水了 因為他沒有幫你說管理費有多少 你沒有計算下去 那你的10%又再縮一些了 那你收租怎樣 你沒有日本門口 你怎麼收租 我當你有日本門口 但你可以每個月走去收租嗎 你不會 你也是通過這些代理商去收租的 那這些代理商會收回你的費用呢 這個你又要計的 那好了 代理商收回你的費用 你那些說有限錢而已 OK 但是代理商要找人幫你報稅呢 或者代理商自己幫你報稅呢 你又要計的了 那還有 買樓大家很清楚 當中你買完的樓 他日有什麼大維修大收集 你是要再付錢的 那這件事你理解有多少 還有 你又要想一下 你以為買樓就是買樓 很多時候日本買樓都附上家電的 那些家電是要付錢的 你裡面有什麼問題 你是要付錢維修的 你怎麼知道你買那棟樓 你去看過好像沒什麼問題 原來到時住客入住 發覺這個又壞 那個又壞 原來是之前就已經說 只是表面好看而已 原來內陸很多電器 有很多東西都是壞的 那你又要維修 可能你說不是 我全部換了新的 那你全部換了新的都是錢 是不是 那這些是會影響到你 你的租金的利潤率 可能告訴你是10% 然後你隨七隨八之後 你發覺可能你實質利潤率是5%左右 那你5%在中國有什麼下 有什麼不行 正如我經常說 我公商銀行都有5%以上的回報 那我為什麼在那裡買一層樓 擺20多年才得到5%回報 那你說樓宇會升值 是不會升值的 你覺得你內地樓會升值嗎 是不會的 當然在某些地方 例如北京 上海這些 是會升值得很快 但是你覺得其他地方會升值嗎 不會 就算你說現在北京的樓宇會升值 但我很肯定已經是被以前升值了慢了很多 以前當沖噴噴噴噴時已經慢了很多 為什麼現在內地有很多樓都沒有辦法升值 甚至跌值 因為人口少 難聽一點說 你一個人只有一隻背 你睡到哪裏 我今天在香港出現 我就不會在內地出現 你買屋都是住的 你可能有些錢可以買屋是度假 但是 你真的要很有錢才買屋度假 但是如果你是想買屋去升值 你是不是愚蠢 因為目的就不會是這樣 你要想想 你買了屋就一定租得出嗎 肯定就不是 大家有見我姐姐就是 為什麼現在要住這麼小的天后八甲籠 遲些我姐姐還刻意 她7至10月 她唯一一部電梯 整棟 整棟唯一一部電梯 維修三個月 她要由16樓走到地上上班 是因為租不出 那個Asian告訴她 你買了這棟樓 你貸款 每個月都供1萬元左右 你這間屋可以租12000至13000 那你就可以用租出去的錢 來供這棟樓 那你自己繼續住天水圍 那你就可以住大一點的地方 那你有層樓他日升值的話 那你就可以賺 那怎樣 租了幾個月都租不出 那加上天水圍那間屋 那業主又說收回 那如果天后這間屋是租得出的話 那他就可以在天水圍 繼續屋苑找其他地方租 那問題是租不出 那去哪裏可以捱到兩邊租 那於是搬去天后這個八甲籠裡住 那天后都租不出啊 那你在山場水圍 你又知道你那裏租得出 是誰說東京是 因為那些人要上班 但你確保你那裏租得出嗎 現在有很多人因為租不起樓 他寧願去網巴睡 都不去租 因為租貴 那你便看看 如果你租不出的時候 那你怎樣 另外一件事 我剛才已經說了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 你是拿以前的數據 再加上將來的發展 你才去衡量這件事 不是只看以前的數據 你要想想 現在日本是小子化 兼寫無子化 有很多家庭不生 有很多日本女生不結婚 不生 那你便要想想 那誰來租你的房子 要知道 日本的上一輩 他離開的時候 房子也是下一輩 如果他家裡有房子 他便住在他那裏便可以 小鬼跟你租 是嗎 當你 人們越走越多 而出生率又不夠 你只會有越來越多隔屋 我記得日本有個村落 很恐怖 也不算恐怖 那村落全部的人 都是暴公仔 或者是用不知什麼 扎成的人 原因那個村落怎樣 已經沒有人離開了 已經沒有人 為什麼村落已經離開了 可能是有些人 去了城市發展 留下的老人 老人的慢慢慢慢走下走下 變成已經沒有人 如果正常的 出生率和死亡率是一樣的 那些年輕人不在村落 都應該逼爆市區 但是市區是不是完全爆得很厲害 是爆的 但是是不是完全塞不下 理理上應該塞到地塌 但是又不是 就是因為死亡的人數 但是出生率 根本填補不到 你今天買了這層樓 可能短期內 都還有些人會租 但是過多幾年 可能就沒有人租 那何況 如果在這裡工作了 有一段時間 在東京工作了有一段時間 他本身也有地方住 他為什麼要租你那裏 除非你那裏特別便宜 如果不是他本身租那裏 就可以繼續 因為日本也有些保護租客 基本上 你不跟香港或者其他地方 你可以淫而嫁做 是不行的 那這些你有沒有了解清楚呢 我那時候看過一些頻道主 在日本居住 然後我屈指一算 其實你做日本業主 你基本上是沒什麼怎麼責 你交完日本稅 你在國內需不需要交稅 如果你交完日本稅 你國內還要交稅的話 那其實你屈指一算 你真的沒有錢賺 你可能唯一每年可以收到的 就是 可能不是每年 可能是每一 每兩年的 總之他們好像說 你逐新租的時候 那個租會就會給你一個紅包 大概是等於一個月左右 至兩個月的租 不等的 看看紅包大還是小 你可能收到這個紅包 你唯一賺的可能是這個 這個所謂剛才說的紅包 那值不值得呢 而日本現在小子化的時候 當中你如果租不出去 那你怎樣呢 你的房子又不升值 那你怎樣呢 你直接放在那裡 你自己去住 就是周杰營那個說法 就是有些人拿著N這麼多的錢 一次過買20個單位 這些就是愚蠢 對 你以為一定升值 誰說是一定升值 你橫視全球因為小子化 不只是內地 是香港這麼變態 因為香港有地產商協持 地產商撲死了樓 不斷推高了地價 但你橫顧一下 全世界 其實很多樓都沒有你想像中 升得那麼誇張 在城市的地方一定會升的 但是不是升得那麼誇張 又不是 你要搞清楚 經常都說 要搞清楚一件事 是東英的樓是升 是不是等於你那棟升 等於恆生指數升 但不代表你的股票升 東英的樓是升 如果買正的樓 又不接近地鐵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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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你會不會升 是不會的 東京這麼大 老實說 你問一問 是不是各地地方都會這麼貴 是不是各地地方都有這麼多人住 其實不是 我去東京的時候 我通常會去三輪那邊 那邊就是老人村 基本上如果你由東京站 又或者新宿站 你搭去三輪那邊 是差不多9個字 一個小時左右 有一個地鐵 那是很好教區的 全部老人家住 基本上沒有後山 那些物價都很便宜 這個是我自己喜歡的 所以我經常去東京 我一定會去那裡 因為那裡的東西便宜 你發覺跟香港不是相差很遠 只是賣的東西不同 其實那個繁華程度不是相差很遠 那你是沒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其實那裡的樓是便宜很多 你看那裡的三輪那裡的樓升 你黑粗 可能幾十年都不會 可能十年內 你都不會覺得它升到什麼 因為根本就不會有人買 而且你說我不是 我是賣什麼封什麼那裡 我知道那裡是多有錢些的人 但他有錢就會選擇 你覺得他會選擇 如果他是日本人的話 他會選擇日本人的業主 還是選擇中國人的業主 你要搞清楚 日本這個民族 他是很排外的 如果同樣有一個樓盤 同樣是那一層樓 當然你是高層去 是低層的 就是差很遠的 但是同樣是差不多層數的 你覺得那個老闆會 先銷售你一層樓 還是先銷售其他人一層樓 就是這樣 租樓的人不多 而你又是外地人 你覺得他會幫誰 更何況你不排除 你不懂日文 當中有很多坑 我們中國有句言語 隔山買牛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就算你當中有翻譯 你當中有在當地的中國人幫你也好 不代表他不節省你 他為了做生意 他沒有節省你 你有這樣的意願 我說我做生意 你虧你的事 我記得 我之前有一個舊同事 他結婚 老公說死也要買樓 他有問過我的意見 我告訴他 不要買樓會再跌一跌 那樓會跌 我說你不要買 因為如果樓跌 你剛剛好按到盡 你分分鐘變負資產 那怎麼辦 他老公當然是相信他親戚 他親戚就是賣樓的A準 我當時建議他 你不如租住 我覺得樓價過多兩年會再跌 那你到時才買 他說他老公的親戚 做地產的 他老公當然是相信他親戚 結果 買了之後兩年真的跌 那怎麼辦 我怎麼知道 我告訴你 小心負資產 我覺得會再跌 但是他的親戚知道嗎 他做A準他當然知道 但是 親朋戚友又怎樣 哪及淺鄉 什麼子女也好 老婆也好 老公也好 哪及身邊淺 所以 尚且是這樣 同樣是香港 同樣是親戚 都尚且可以這樣欠他 你覺得你和A準 除了同鄉之外 你有什麼關係 他要拿A準費 他會不會說一些你喜歡聽的話 他只是介紹一個樓 你自己眼光不好 總有一些樓是升的 不過你選一個樓是不升的 他給了10個樓盤 有9個都不升 有一個是升的 你沒有選中那個 他應該那個 他應該那個 不知道 可能有人給他多些好處 或者和他朋友給他 你不知道 所以我自己這樣說 不要買日本樓 不值得 而且你怎知道他人 有什麼政策 沒收你的樓 日本 是不是 如果日本說 我們排華 要華人走 華人的物業 你只有兩種做法 要不就賣給我們 帶著資產 要不然你就要交寵稅 那你怎樣 你的局是便宜的 你不能夠保證日本 是不會這樣做 你想想他可以說得出 協防台灣 你怎知道你的資產 是不是能夠保障 美國都是沒收別人的資產 那日本 美國小弟 怎會做不出 更何況有些事情就是 你有沒有看過 如果他人有什麼事 你有什麼事 你的資產 是不是可以 遺留給你的下一代 日本的律法 未必跟國內 一樣的 你要問清楚 到時會不會有遺產稅 這個你要問清楚 何況 你要搞清楚 日本整個地方 日本整個地方都在地震帶裡 你懂不懂看那層樓 它能夠防幾一級地震 它有些不知叫S什麼什麼 有些叫SR、SD、什麼什麼 是不同規格的建造 你懂不懂分 不同規格的建造 就等於它能夠防地震的東西 你懂不懂分 你不懂分 可能你以為房子很遠 它不是太防地震 但問題是 整個日本都在地震帶裡 就算東京沒有嚴重地震 是沒有嚴重地震 不是沒有地震 是沒有嚴重地震 但你怎知道你層樓會不會震到呢 白灘 是的 你層樓不倒 但有損傷你也是要維修的 所以你需要一筆維修費 是迫去地震的 如果難聽說 地震你層樓沒事 大廈附近爆水管 導致你層樓有滲流 你也是要維修的 保險賠不賠我不知道 但你一定要維修 你一定要煩 那怎麼辦 你要想清楚 萬一真的地震了 有人傷亡 是不是要你負責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要問清楚這些 一個麻煩你一買入沒多久 地震了 整間房子都倒閉了 那你怎麼辦 你有沒有得賠 我不覺得有得賠 因為普通保險 地震這些事情 是沒有得賠 更何況日本的保險 你要搞清楚 長期地震的 保險公司真的會賠 可能有機會會賠 但不會賠足十足十 那你也要嘔出來 就算他賠賠 那你再重新起見 可能就不是這個價錢 而就算你賠足十足十 你也沒有了N多個月的收租 那這些又如何計算 所以大家考慮清楚 如果真的有內地朋友 想去日本買樓的 你可以跟他 好像莎姐這樣說 教他 希望大家多多宣揚這段影片 不要讓同胞受騙 因為日本一定會叫你買樓 一定會說到天花龍複 因為這個是其中收入的 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因為日本人買不起樓 是你內地人買得起樓 而他想快點有收入 就要走這裏 你想一下 你一團五千人 你消費得多少 你買一層樓就已經搞定了 所以他們是很希望你賣樓 賣得出就是已經賺 稅收賺、Agent錢賺、中收費賺 其他電器也賺 你做不做得出 關他屁事嗎 所以大家多多和國內的網友宣傳 我亦都不介意 如果有些國內的KOL 可能在小龍書、抖音那邊有賬戶 他拿我這些分析 直接COPY下去 他覺得適合 直接COPY下去 沒問題的 完全歡迎 因為這個真的保障了我們的國物 今天講到這裏 下次再談 拜拜